圣诞节的脚步逼近 农历今年也不远了 那为了打击中介非法发放临时路边摊准证 谋取暴利 甲冻区小贩受促直接向市政局申请准证 不止手续简单 费用还比中介便宜了五倍 行动党甲冻区国会议员林丽莹召开记者会表示 大部分在农历新年期间摆摊的小贩 他们手中的准证都是由中介发出 有些更是以集团或个人名义 一次性向市政局申请多张准证 再非法转让给小贩开档做生意 从中赚取五倍的费用 为了遏止这股歪风 他促请小贩直接向市政局申请准证 所有中介人说他们可以帮他申请 申请一定可以的 哪一个路边只要讲 这些中介人我们都杜绝了 现在所有从今天开始 所有要在甲冬 你们看到哪一个地方适合的 你们要申请过年期间摆档 你们可以直接去甲冻DPQ Office 在增江北区 跟以往不同的是 甲冻小贩可以在增江北区市政分局 办理准证申请手续 不必在周车劳顿到市中心去 过去拥有摆摊经验和持有甲冻身份证的小贩 将优先考虑下放准证 林丽颖表示 增江北区吉隆坡市政局分局 从今天开始开放准证申请 直到本月31号 八度空间黄历会吉隆坡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